可以留意6099,招商證券 公股的集資近150億人民幣,10公3 如果看H股的價格,截讓4乘2 公股價在8.1、8左右 A股的公股價在7.4、6 都是截讓,幅度更加之大 截讓幅度是7乘4 今天都有些回吐壓力 其實因為四十八個急,然後有公股的話,回到正常 不過我覺得不算太差 雖然公股比例也不是很大 始終公股方面,理論上也應該有些回吐 但它不算太大 因為留意這次集資用途方面 主要是發展投行業務和財富管理 這個就看回內地一些券商的新趨勢 因為以前的券商方面 主要都是集中透過佣金和利息 就會很波動 因為靠這些就好看市貨網天打掛 而且也不是一個recurrent income 但如果你說發展一些財富管理的話 這個就是可以產生一個recurrent income 而且在投行業務方面 增值的能力,就是margin會高些 所以這個大方向都會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出現了之前的傳聞 就是中信見頭和中信會合併 因為希望可以發展投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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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是指會社會的 有數字稍微賣保留